小意思不好啦 这次MeToo风波性骚扰主角就是黑人 而自爆这段经历的人 居然是他当年的主角 大牙 大牙今天在脸书写下 2012年7月18号凌晨 时间点我就是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那天真的下风了 当时的黑人大牙还有工作人员 一行六个人前往香港录制节目 终于可以返回饭店休息时 黑人从前座回头问大牙 这么累 甚至很久没有丧机了 这时候甚至很灵活的扎了一下眼睛 众人后来回到各自房间 大牙换了浴袍准备洗澡的时候 黑人来到他房间门口说 你先开门我跟你说两句话就好 大牙开门后 黑人一屁股坐在他的床上 而大牙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 和他保持距离 这时候的黑人持续开桑吉雷的烂玩笑 大牙则办出化妆室和闺蜜 说要来找我的理由 请黑人先离开 正当大牙站起来准备开门的时候 黑人从背后环抱他 还对他说 怎么样壮吧 大牙说自己喜欢瘦皮猴 不喜欢壮的 你不要这样 黑人却回忆 你又没试过 试过了 搞不好你会喜欢哦 大牙严肃地告诉黑人 只把他当成哥哥 而且黑人已经结婚了 你的婚礼我也有去参加 你这样真的很不对也很奇怪 黑人的回复却是 没办法 你的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最后黑人大头战胜了小偷 愿意回自己的房间 怕陪大家起疑 还对大牙说 诶诶你挤一点卸妆油给我 不然我怕在电梯口碰到其他人 这让大牙相当傻眼 这人居然连这种脱罪的细节都规划好了 而大牙也补充 他掌握了其他被陈先生 用类似招式拐骗的案例 对此黑人发声明否认 关于周一佩女士 于2013年6月27日在脸书刊登之贴文 内容全然不实 还将围请律师追究法律责任 12点 12点排阪 那11点半来 轻松一下 好 好 桑姐 桑姐 然后轻松一下 然后就看 然后想说奶奶 她们应该都在下面忙 一些煮菜的事情 然后 那都准备好面纸啊什么 都准备好 然后一看 然后要很狙击一个人在享受的时候 那个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进入状况 突然间呢 我电视在这边嘛 譬如说 然後旁边是一个 就是像化妆台 有镜子 有镜子的时候 我就看一看 然后看那镜子 怎么有一个人影 我奶奶在 我慌了你知道吗 我看到她 她只用客家化 那种威威道来 是烦吗 她们挑拍就知道 我真的崩溃 我到12点45才下来 是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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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